现在是法国表达的Francia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卡龙和约翰兹 今年是他们合作以后的第一个赛季 这两支舞蹈之后总分室排在第十四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段时间的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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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的法国全国兵舞冠军 卡龙和约翰斯 这是一对很有特点的选手 并不是说他们能够在本次市领赛当中 划出这么好的名次 而是他们是本届市领赛当中 唯一的一对 编舞完全是由他们两个 自己完成的选手 刚才选择的这一套自由舞 音乐是来自于阿尔比德尼的柔版 在本届市领赛当中 法国是由两个兵舞名额的 一个是他们 还有一个呢是在写两支舞蹈之后 总分很靠前排名第四的 佩萨拉特和博尔扎特 他们的教练是扎主一 那么他们自己担任自己的编舞 那么教练呢 这个利巴斯呢 是协助他们 所以说 这是一对很年轻 他们还是很年轻的选手 特别是男伴 男伴只有21岁 那么女伴呢 是23岁 自己编节目 他完成起来 就会感觉上就跟 被别人编节目的 他完成起来 要显得更加的 驾轻就熟一些 因为他知道自己 要表达的情感 他知道这个动作 他应该怎么做 男伴 约翰斯他原籍是英国的 后来是搬到了法国 和现在的搭档 卡龙合作 而且很难得 就是他们合作时间 只有不到一年 所以华人这样很不错 43.20分的结束分 节目中分38.59 追加扣掉一分 超时 就是那个托举超时 80.79分的自由舞成绩 现在两周舞蹈总分是161.86 排在了第二位 총不晓了 当心절的话